我们同样提醒您真的要注意老未来可能在路边停车没有熄火 超过时间的话可能要吃项罚单了 而最终要处这个新台币六万元的罚款 这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空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正案 明定车辆在一定场所地点停在原地不动 引擎持续运转时间超过法定的标准 主管机关就可以来开罚 代速的时间的地点将由环保署来规定 如果驾驶人违反规定将处一千五百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的罚款 还可以要求改善 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可以连续来处罚到改善为止 而相关规定的预计在半年内定案 三个月宣导期最快在年底就要开罚了